11月的英文叫做November 但是呢您知道吗 2003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Movember 是由Moustache胡子还有November的合成词 这个称作11的胡子月 Movember倡议的是 希望各界能够关注男性的健康 例如前列腺癌以及忧郁症等等的问题 Movember一个月不刮胡子的挑战 是由几位男士在澳洲墨尔本发起 起初的时候呢 只是想要再度掀起胡子造型的流行风潮 后来啊 他们发现刘胡子的挑战具有话题性 而且呢可以影响身边的人 所以呢就决定成立了Movember的基金会 鼓励全球男性在11月的时候 刘胡子关注自己的健康 今年新冠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 很多人失去工作 许多身为一家之主的男士啊 被巨大的压力困扰 因此呢卫生部今年的11胡子月倡议 就希望特别关注 男士的心理还有精神健康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遇到了情绪还有精神的困扰的时候呢 务必要勇于表达寻求援助 在2017年的时候 全国健康还有并发率调查报告中 就发现到了 大马成年人当中有29.2% 罹患精神疾病相等于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患者 然而呢我国却严重缺乏精神科的专业人士 目前呢一名的精神科医生需要照顾约20万人 所以啊提升民众对于精神疾病的省觉意识 还有栽培专业的医师极为重要 请看麦大记者的报道 在日常对话当中啊 相信大家都不免于会用到神经病这三个字眼来骂人 但是神经病并不只是骂人的用语 它确实是一种疾病 医学上称之为精神疾病 你对他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可能他成长背景 可能有一些家庭 可能有家暴啊 或者是不愉快的经验 生活压力很大 可能找不到人家疗心识 所以情绪找不到出口 一直会在他们觉得是问题的问题里面打转 一直走旋在他们的那件事情里面 然后把那个事情放大 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有许多因素 患者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特征包括异常的行为 思维 情绪 以及人际关系 普遍的精神疾病 包括我们熟悉的抑郁症 也称为忧郁症 以及精神分裂 自闭症等 其实精神疾病只是一种疾病了 跟我们得到上风科 受血压高都是一样 人体我们生理心理上 对我们周遭的一种反应 然而忧郁症是全球最常见的精神疾病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约有3.5亿人患上忧郁症 而男性忧郁症患者 因自尊心强 即不愿被贴上懦弱的标签 而不愿求诊 自杀率是女性的四倍之多 整个人的情绪 人的感受 其实已经是有一个skid在里面的了 有一个轨道 当你们长期偏急去想一些东西 长期忧郁 担心一些事情 久而久之会使到这个skid 它会出一些错乱 神经线跟另一个神经线沟通的传奇数 它会越来越少 最普遍就是血清素 血清素太缺乏的时候 我们就有忧郁症 会有焦虑症 多巴胺不够的时候 我们就很疲惫 没有那种积极心 没有兴趣去做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给我们弄受伤了 家族遗传 环境和心理因素 都可能导致大脑中的神经地质 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另外聆听则是陪伴患者 走出低潮的有效方法之一 我们人生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过固执 时常都是保持着自己的原则 自己的期望 自己的要求 放松一点 比较接纳一点 那么这种精神压力就比较减少 因为很多时候你stress 很多时候serve with uncertainty 然后很多东西你是不可以控制的 可能我们要去train or you know learn how to focus on the presence you know focus on the things 你可以control so we look into solution focus rather than that problem focus 倘若长期发现精神为敏 性格突变 出现负面想法 不妨向身边信赖的人倾诉 或拨打热线寻求专业帮助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可以让我帮您吗 他们有给那些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then they help them to link 这个hotline is available to call us We are here for you 精神疾病及早治疗 康复率越高 但要避免再度复发 则需维持规律的生活习惯 均衡饮食 以及拥有正规的信仰 医生也建议可尝试 合适呼吸法 医学研究证实 这类深度控制呼吸法 能对自主神经系统 产生积极作用 比如疏解压力 焦虑和改善心情等 套开对精神疾病和性别呈现 多关爱身边男性 别让精神疾病成了沉默的杀手 麦大爱刘婉俊 如果从雪岚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